这是我将近两年没有到台中演书的 接下来是最后的两首歌 那我很想要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 六岁的时候五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那我现在回想我也不知道 我五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 在我五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 在现在的自由广场 现在的忠贞纪念堂 有一群很年轻 很热血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那个时候为了他们的未来 为了他们所追求的明天在努力 那个时候他们在大大的广场里面 竖起了一只野败河 那在将近二十年 二十几年过后的今天 在台北也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在为了所有 不是他们那个年纪 会直接面临到的很多的问题 他们想要渴望的未来 在那边努力 那昨天下午我利用一点点的空档 到了立法院去看看他们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坐在人群里面 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加入当医生的医疗团队 然后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我现在都已经超过他们五岁了 看到他们非常有秩序的在整理那边的垃圾 或是在那边管秩序 在那边希望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理性 非常安静的那样子的运动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内疚 因为我在我自己回想 我自己从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现在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好像有一点自私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我想要献给所有的年轻朋友 你们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世界的改变 跟你们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虽然都很渺小 但是我们每一份力量 都是足以改变世界的 那如果在大家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有一首歌的话 我希望这首歌永远唱不完 那首歌叫做《贵丸多》 你是否曾看过那日落下的 自己快乐的眼神 忘记生活纷纷扰扰 那些繁星的片刻 你想起了某些人 爱你的家人 朋友和爱人 我们不是很好的人 却被幸福围绕着 自己的人生 非卖的价格 限量一分的独特 拥有你们 我很值得 让我们唱歌 赶走那些灰色的挫折 天会亮的 世界会好起来的 我为你唱歌 只管心也痴迷了 都越好了 谁都不准不快乐 我为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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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被包抗计划外的 冒险总是最深刻 而夜分总会陪着我 遇见途中的人 一起走过了夜色 暴雨的黄昏 繁星的清晨 继续上路吧 破坏暖 别唱完这首歌 自己的人生 非卖的价格 限量一半的独特 拥有你们 我很值得 让我们唱歌 跟着那些灰色的挫折 黑灰亮的 世界会好起来的 我为你唱歌 千万心也痴迷了 都越好了 谁都不准备了 让我们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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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不完的 唱不完的歌 唱不完的歌 让我们唱歌 让我们唱歌 看着那些灰色的挫折 天会亮的 世界会好起来的 我为你唱歌 唱不完整 就是社会的 谁都不准备了 而 样子 未完歌希望你们会喜欢